喂 大家好 這條呢 是 這條是什麼road 我不知道 這條是Hook Road Hook Road Hood Road Hood Road不是Hook Hood Road Hood Road有什麼特色 Hood Road就是 在... 北咸上面 今天又來拿些電子東西 在網上買了一套 電子的套件 來這裡拿去 這條路呢 Denison 兜回公司那裡 拿一些報紙看看 對呀 因為我公司都在這裡 這個Hood Road 就是我最初移民的時候 做第二、三份工作 去了一間 做電腦的公司 電腦公司是做裝備的 其實呢 我就傳了一封信 去這間電腦公司 做那些 Sales Marketing 那些東西 那他突然打電話給我 他說 想找人做裝備 那樣 我說 不是呀 我見公 我打電話來 我寫信來 找做 Sales Marketing 他說 Sales Marketing 沒有呀 現在 現在 只請人做裝備 你對不對 我說 對 那 最重要 有錢賺 你封了 蝕本門 那樣 如果不是 每天坐在家裡 你也是沒有錢的 我說 做裝備 就做裝備 就走來這裡做裝備 那 就見識到一件事 見識到什麼呢 我移民的時候 就加上一套電腦 就是 PATINUM電腦 那時候 486已經過期了 PATINUM 不知道是3 還是PATINUM 5 還是2 總之 就跟了一部 PATINUM電腦 買了一部 當時最先進的螢幕 一部叫做Multi-Sync 螢幕 就去到1,700多線的像素 那這個牌子呢 就是CETX 台灣牌子 已經是 當時頂級的螢幕 我來到 這間公司呢 他就 裝了一部機 牌子叫做TENDEX TENDEX 這間公司呢 這間公司呢 是有古畫的 那我 把這個古畫的東西呢 就先收到一邊 在下 我現在 停了 在下一個 下一個 下一個環節呢 介紹 現在停了一條片 下一條片呢 就是下一條片呢 就介紹這個TENDEX 這間電腦公司 有些什麼古畫 那你如果是納稅人呢 你就真的哭得一句句 因為又是官商勾結 專門是找些 良好市民品品 好 多謝收看 歡迎訂閱 記得繼續看下去 就是 題目叫做 找Q笨 待會我解釋給你聽 這間電腦店 總之 哪裏 我剛才看大部分 應該是垃圾人品 嘻